大家好,上一集說到要如何安裝MicroPython 大家都安裝好了嗎? 這一集要教學的是 GPIO 輸入輸出介面 想像家裡有一台自動恆溫空調 而這個系統至少需要三個關鍵元件 溫度計、自動控制系統、冷氣壓縮機 當室內溫度顧高時 自動控制系統會讓壓縮機啟動或加強功率 當室內溫度變低時,它只會關閉壓縮機 這就是GPIO 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首先,溫度感測器要偵測現在的溫度 也就是資料輸入 接著,微控制器決定要不要開冷氣 程式判斷 最後,控制冷氣壓縮機 讓冷氣開啟或關閉 設備輸出 這就是自動化系統的基本運作方式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如何設定使用GPIO 並且點亮LED燈 GPIO 通用輸入輸出介面 是微控制器與外部設備溝通的介面 GPIO 主要處理數位訊號 也就是只有兩種狀態 有電壓跟沒電壓 也稱為高電位及低電位 或1跟0 用開關跟電燈來舉例 打開開關就等於輸入1的訊號 接收到訊號時 電燈就要打開 也就是輸出1的訊號 關閉開關就等於輸入0的訊號 相對的電燈也就是輸出0的訊號 所以我們可以將GPIO設為輸入模式 讀取外部訊號 或者是輸出模式 控制設備裝置 ESP32S開發板上 總共有38個GPIO角位 但有些是系統專用的不能隨意使用 包含電源角位 記憶體角位跟striping角位 其他GPIO角位都是可以設定做使用的 接下來我們將使用GPIO來控制LED燈 並通過程式碼讓它閃爍 準備材料有 ESP32S開發板 面包板 LED燈 電阻 錄棒線 面包板是一種無需焊接的電路測試板 它的插孔內部有導線連接 可用來快速搭建電路 面包板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 上方的橫條 中間區域的直條 下方的橫條 紅色的橫條代表的是正極BCC 藍色的橫條代表的是負極GND 紅色跟藍色的部分似乎不相通的 接著中間部分 每一列的五個插孔是互相連接的 但中間凹槽上下是不連通的 從面包板內部的導線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樣可以了解面包板的使用方式 這是一個巨大的LED示意圖 LED主要有兩個角位組成 長角 正極 需要連接電源的正極 短角 負極 需要連接電源的負極 電流從正極流向負極時 LED燈會發光 若反接 LED燈不會發光 因為二極體只允許電流單下透過 這是我們本次實驗的電路圖 從GPIO第四支角接到LED燈的長角 再從短角接到電阻的上端 再從電阻的下端連接到接地GND 在連接電路時 為了確保LED燈不會因為電流過大而燒壞 這時我們會加上限流電阻 來降低電流的大小 實物應用上 我們通常會加入電競體擋作開關 以保護GPIO角位 這部分會在未來的課程進一步講解 接著我們要開始撰寫 MicroPython的程式來控制GPIO 我們可以使用PIN這個函數 來設定GPIO角位的功能 其中GPIO代表的是 指定要使用的GPIO角位編號 如果要使用第四支GPIO角位 就輸入4 接著MOD代表的是 設定這個角位的運作模式 要選擇輸出模式 就輸入PIN OUT 要選擇輸入模式 就選擇PIN IN 所以要將第四支GPIO角位 設定成輸出模式 程式必須這樣子更改 接著我們可以透過VALUE 來控制它的電位 VALUE 括號1 設定為高電位 VALUE 括號0 設定為低點位 決定讓GPIO4當作輸出模式 打開Fony 首先建立面點BY檔案 輸入以下程式碼 Found Machine Import PIN 在MicroPython中 我們使用能訊模組中的PIN 來控制GPIO 首先設定一個變數叫做LED 輸入LED等於PIN 跨號4 漏點 PIN.OUT 將GPIO4設為輸出模式 接著 輸入LED.VALUE 括號1 將GPIO4設為高電位 開啟LED燈 儲存檔案按下執行 可以看到LED燈被成功點亮 現在我們來實作一個閃爍燈 透過MicroPython控制GPIO 讓LED以固定頻率與開關 類似警示燈的效果 我們將使用TieSleep 來控制LED亮面的時間 TieSleep 括號1 等於延遲1秒 TieSleep 括號0.5 等於延遲0.5秒 首先引入Tie模組 把GPIO的程式碼先刪除 打上以下的程式碼 WYL這一行的程式代表 WYL下方的程式將持續重複執行 這裡的程式碼代表 LED燈開啟等待0.5秒 LED燈關閉等待0.5秒 接著無限的重複此動作 儲存檔案按下執行 這樣就能成功地做出閃爍燈了 大家可以調整延遲時間 來看看不同的效果 以上GPIO的速度教學 就先到這裡為止 下一集我們會進一步探討 如何用GPIO讀取按鈕訊號 甚至讓多個設備協同運作 希望這次的教學有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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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